我會想像這個畫面多嗎 不會啊 差很多啦 你是自己在滑星好不好 站得起來嗎 它不行 等一下為什麼要動畫 會不會 在天外奇蹟這部動畫裡面呢 有一個小男孩 自己抓了一把氣球 就飛起來了 他要去救人 所以問題就來了 這一把氣球 到底是多少氣球才能飛起來 飛起來之後 我們要如何控制方向 和如何降落呢 我們今天就來實際測試看看 待會兒我們會在這邊打個500顆左右 就是計算上500顆應該可以讓我飛起來 那我們開始打氣 第一顆就衝綠的 綠的吉利 我覺得這會搞很久耶 傑告 你們也去幫忙衝 其實還滿不好綁 如果我30秒可以弄一顆氣球 我一小時可以用120顆 GG了 太陽下山了 我們沒有想到 這麼多人綁氣球 還綁這麼慢 然後因為天太暗了 風又很大 所以我們決定中場休息 我們先把氣球藏在這個大貨櫃裡 明天早上 我們大概半夜會來 繼續把剩下的氣球充完氣 然後早上他們說大概五六點 風是最小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正式的起飛 現在就是有點尷尬 已經早上六點零八了 綁氣球這件事情 真的是比想像中的痛苦很多 我們來綁的人 大部分手能磨破皮的都磨破皮了 然後從昨天中午進器材 一直搞到現在這個實驗經過18小時 大部分的環節都跟我們預期的就是 非常不一樣 我們目前大概成品是兩三百顆吧 連18公斤的石頭都 不太能飄起來 不知道這個實驗 繼續努力 這個實驗暫時沒有辦法繼續 就是我們沒有人綁氣球 手太痛了 然後等我們去叫完人 回來綁 不知道可能要叫十個以上 才來得及 快速的把球全部準備好 因為他放著不動看起來很穩 可是其實都是在慢慢的消氣的 大家有玩過氣球應該知道 所以現在 不管什麼氣球 反正你想用氣球把自己吊起來 你要克服的第一個難關是 氣球手很痛 我們現在表演的是一個 失敗的實驗 經歷12小時創造的 200顆氣球 先看看能不能放那個 20公斤的時候飛起來 你不要 看我們這樣子 我們已經花5萬塊了 號召免費人力 幫我們綁 500顆氣球 我跟你講 沒綁過的時候 你都興高采烈 你現在看到現場 所有的人 剛剛來的時候 都興高采烈 都覺得來玩 然後你大概綁 30顆左右 手破皮之後 你就想回家了 就像我現在 就真的蠻想回家的 我放手囉 他只是被拖著跑 他沒有飛起來啊 感覺應該是可以的 我就說很重 你們在幹嘛快來啊 不要再幻想 用什麼氣球 把自己飄起來了 好不好 你連氣球還沒沖完 你就放棄這個爛計畫了 好 怎麼辦 好 放 放腳 可以嗎 坐下 你坐下 看看你坐不坐下去 你放手 差很多啦 你是自己在滑心好不好 你站得起來嗎 我很幫你 所以 你把你捏到的 就放在這裡 你要進來 好 這樣給你 好 慢慢 好 放起來 你們兩個有拉著是不是 你們放手看 他真的會不會脫走 這樣住嗎 很 有點 放起來吧 放起來 這一坨目測 200吧 我們就是花了兩天的時間 和很多的錢 做了這個 做了這個 Money在空中飄